7月3号 玉西无人机监测组拍摄到 象群中一直贪玩的小象来了另外一番花式操作 想把熟睡的同伴叫醒 我们来看现场的画面 中午时分正是享受美梦的好时候 除了负责站岗的警戒项之外 象群选择在密林中有遮蔽的地方安人入睡 但其中这头贪玩的小象却不老实了 瞌睡虫没上头 也没有同伴陪着玩 他要消耗自己的体力来捣乱 先从身边的同伴试试 第一步用鼻子先去试探 压根没效果 第二步再用象牙去顶肚子 受到刺激的小伙伴也没客气 直接用腿狠狠地回敬了他 第三步两头像头顶头开始了对峙 最终贪玩像兴兴离开 但他并没有就此气馁 这头熟睡的大象是新的目标 这头像无论是个头还是体型 都比瘫玩像大很多 所以他怕直接用武力的话 对方会发露 他就采取了一个耍赖撒娇的方式 用屁股去轻轻地去蹭这头大象的背和尾巴 差不多蹭了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他发现没有效果 也可能是玩累了 然后就顺势倒在了大象的身后又睡着了 最终他的目的也没有得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